我喜歡明信片 我喜歡香港的地道食物 因為可以記錄當時的文化和感情 因為我喜歡跟別人分享 香港的明信片 來來去去都是夜景 好悶啊 這三個年輕人就索性自己手畫 畫出不一樣的香港 Bonnie最喜歡吃 亦都喜歡畫香港的地道食物 故意在明信片的後面 印了香港食物的特色和典故 好像一張認字卡那樣 例如它是又鹹又甜的 這些都是其他國家的人 未必是那麼清楚 或者會想知道更多的特色 最重要是畫出食物的質感 就像蛋撻上層層有人的酥皮 朋友說話 立即想到酥皮蛋撻究竟有多脆 都令我很開心 除了美食 快要移民去美國的插畫師Syrus 就選擇用建築物為題畫明信片 香港的建築物 的線條是很漂亮的 例如中銀 匯豐銀行 或者太空管 那些中樓 那些其實就比較有代表性 用畫去做一個紀錄 可能你二十年後 你可能已經不見到某一個建築物 明信片的系列叫little someone 因為除了畫地標 他還會畫身邊的朋友 畫中銀的就是我一個 第一個港島區的朋友 畫這個IFC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是最高的 我就畫了我媽媽在那個位 就是當地位是最高的 他們又會對香港 其實又會產生多一點感情 覺得香港其實都是他們的一部分 其尾最喜歡潛水和爬動木舟 發現香港還有很多常見 但又給我們忽略的東西 所以就選擇畫海洋和燈塔 來代表香港 關於海 其實大家反而很少認識 其中有一種叫雜式獨孔海膽 自己有潛水 就下去看 整個地面都是那些海膽 然後有一個特色就是 全部都放在頭頂 還有遠遠包圍著我們的燈塔 1875年啟用 以花崗石建造的青州燈塔 就充滿了中古時代的歐洲色彩 他們很默默地守護著我們的海王線 但是沒有什麼人知道 或者留意到他們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他們都是想把香港最貼地的一面 化成名信片 帶到世界各地 在世界各地的世界裡 也沒有太多說 我們去過的天山 也沒有太多說 對這也沒有太多說 對這也沒有太多說 我們在海外的燈塔